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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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古今 歡迎來到我們的 天堂2M教教室 那這次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查寶物的處處啊 那比方說我想要找這把雙刀啊 要怎麼知道這把刀 可以從哪一隻怪物上取得 或者是用製作的方式來取得 這邊就教大家幾種方式喔 好首先我們先教大家第一種 就是道具私訊的部分 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的背包 包包打開 然後選擇想要查的道具這個雙刀 然後再點下方的這個放大鏡 下方有一個放大鏡 按下去 然後往下面移動就會有一個 怪物擊殺 這邊應該是寫 怪物會有什麼戰利品 然後點進去 這邊就可以看到怪物的資料 然後還有他們的位置 他們的地圖都有檢視出來 那另外啊你也可以在包包道具這邊啊 長壓三秒 按住三秒他都跑出來了 應該也不用三秒啊 按住 他都跑出來了 就跟按這個放大鏡一樣 然後你要小心啊 這邊有一些怪物是BOSS 像這個邪爾圖啊 這一隻右上角這邊就有BOSS的一個標誌啊 那我是建議大家喔 今天從小怪去打 因為小怪去打的話會比較方便 比較容易打 那BOSS的話就是 CT時間比較久啊 然後又有包圖包網的一個現象 所以建議大家喔 就是去找一些小怪來打 一些小怪的人會比較容易噴啊 難度也比較低 好那第二種查詢的方式就是 從我們的大地圖來查詢啊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這個畫面的左上方 有一個小地圖啊 點下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大地圖啊 那大地圖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 多區域嘛 很多的連動點啊 點這個區域之後 然後點右邊這個怪物 就可以看到這一區有哪些怪物 然後大家會掉入哪些寶物啊 大家會掉什麼寶物 這邊就會顯示出來啊 那除了寶物之外啊 怪物的個字也會顯示出來 你看這邊有一幫怪啊 然後被動啊 然後弱點什麼的 那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怪物的資料都會顯示出來 還有寶物的資料啊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喔 好啦 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要教大家另外一種方式啊 就是交易所的插群方式啊 我們可以在右上方這邊 點開這個交易所 然後 找你要找的武器喔 那是 雙刀好了 剛剛那一把雙刀 點在這邊的時候 你按住三秒 兩秒一秒就可以了 它會叫出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就是我們 第一個講的 這個道具資訊的部分啊 也就是要誣叫這個 物品的一個資訊視窗出來啊 主要就是這個 然後你再點這個 怪物其他這個 這樣我們就可以 看到哪一些怪物會噴喔 那這一招啊 比較適合想要找 某的裝備 或者是某一個技能的時候 才會用到啊 因為在我們的交易所啊 幾乎可以找到 全部的技能 全部的道具喔 所以想要找東西的時候 我就來交易所這邊 挖他的物品資訊喔 然後藉由這個 物品資訊的 怪物掉落資料 這邊來找 那我基本上就是 靠這一招來找東西啦 這一招真的是非常好用 因為你看我們 之前如果要找技能的話 你看這邊看啊 如果 看到哪一個想要的技能 這邊是沒辦法 直接去找 這個技能 是哪一個怪物會掉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 用這個 交易所的方式喔 去找 技能書的部分 然後看哪一隻怪物啊 會掉落這一本技能書喔 用這樣的方式 來找技能的一個出處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第四課喔 要你怎麼查 寶物的出處喔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 掰掰 及時訊位了 點兒 按鈕 按鈕 按鈕